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 经过一段时间的折腾呢 我这个个人网站呢 已经搭建的差不多 整个框架呢 是用的这个hex 快捷简洁且高效的博客框架 早些呢 我是用据python 语言编写的一个cms 然后作为一个博客网站 跟这个hex的比起来呢 就有点复杂跟笨重 然后呢 有一些部分功能呢 也不是很满意 所以呢 我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这个 去修改替换 所以呢 现在这个网站呢 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这个主题呢 我非常的喜欢 它这个主题叫 叫这个 VEXO 就是一个中国人写的一个主题 整个看起来的整个站点的非常的简洁 上面呢 就是一个logo 然后呢 是一个title 这边呢 有一些标签栏 就几个单元吧 这个是我一个视频教程 然后呢 标签云 通过标签云 你也可以实现一些查找 然后呢 存档 我自己去加了一个资源下载的 页面 这个呢 会在 以后有一些 视频当中 或者文章中 当中用到的一些资源呢 可以放在这里 作为一个 下载的链接 然后一个小wiki 小wiki呢 是我之前 呃 做一些开发当中一些小技巧吧 然后 小笔记 最后呢 是一个 contact 连续方式 呃 看起来还算是 比较简单 没有太多复杂的内容 然后呢 这个黑手呢 它的文章呢 都是用markdown语言来编写的 这点呢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一个方面 这样的话 首先呢 你 首先它语法比较简单吧 然后呢 可以把这个注意力也放在文章的写作上面 很少需要花时间去关注这个文章的格式 那我们今天呢 从今天开始吧 应该要 可能要分好几个视频吧 来讲一下整个这个博客的搭建 然后呢 怎么样把咱们搭好的这个博客呢 给它部署到远程的vps上去 我这个呢 也是用的搬瓦工的vps 还有 之前我们有些视频讲过的这个 域名的绑定呀 DNS的设置啊 还有像这个SSL的设置 这个也会 测试到 为什么要用这个博客框架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官方网页上面的一些介绍啊 那首先呢 它是 它是在服务端放的是静态页面 就是你能看到的一些图片 然后呢 html页面 然后还有一些简单的css 这个呢 就 对于访问者来讲呢 速度就会非常非常的快 nodejs 所带来的超快生成速度 就让上百个页面在几秒钟之内 瞬间完成去了 然后第2个特点 它说的是支撑markdown 这个呢 应该是也是主流的 博客框架里面的一个特性吧 然后第3个呢 是一键部署 部署的话也是很方便 那它这个地方有 涉及到github的pages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网站嘛 像这个 vps 虚拟组件也都是很方便 然后最后他提到的一点是丰富的插件 这个是他官方的插件列表 还是很多 我也是在搭建这个 我自己的官网的时候呢 也是 去仔细看了一下这些 插件吧 然后觉得一些非常不错的插件呢 也是引用到了 我自己的站点上 像这个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像这种置顶文章啊 然后还有像这个 文章里边的 这个评论啊 然后还有这个什么google 这个分析啊 谷歌的分析 然后还有这个什么谷歌的广告啊 这些东西我其实我都已经加上去了 呃 后续的话也会 再去看看有没有更加吸引人的一些插件啊 那行吧 那我们大概的介绍的就到这里 我们现在就直接 到 这个vps vps呢 是白马公的vps啊 这个呢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很多了 像 在这个科学上网当中呢 也是讲到了很多 呃 我们在做 在搭这个 黑手的这个博客当中呢 其实很多工作是在你的本地上进行操作的 那我们来到我们本地啊 那我们本地的第一步呢 我们是需要去装一下黑手这个框架 安装方法呢 很简单 用npm这个命令 vps-g x-cli 如果说你的环境中没有这个npm呢 可以通过blue install去安装 ok 这个已经安装成功了 接下来呢 我们去 hexo init 调一下这个mini 我来自下载的 这一个人 组织的 我们来自从 我来自下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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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 是 我来自下载的 的 我来自下载的 那 ok 这个呢已经安装好了 接下来的一条命令叫做 npm install 就啊稍等一下我们先看一下刚才这个unit操作都 都有什么文件生成啊大家看一下这个呢是hexel的配置文件然后呢这个是他用到的一些模块 呃这个两个呢是呃配置文件吧 呃像sims就是主题主题默认他是有应该是带了两个主题吧啊带了一个主题就这个landscape 他带了一个主题 然后sauce呢就是 咱们去真正写文章的地方就我们看了有个默认有一篇文章叫做hello world 他的这个文章格式是md 就是markdown ok我们大概先看这个接下来呢再去执行一下 npm install ok 直接完了呢这个文件目呢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哈 那因为我们呢是需要通过将本地的这个生成的文件呢 呃 上传到我们的vps上去所以呢我们本地是需要有 呃git工具的 git的话就是git git因为我这里应该有了哈如果你没有的话你也是可以通过这个 reinstallgit来进行安装的哈 那我们需要先配置两个 呃做两个配置吧 那首先呢是gitconfig global user.name user.name 这个呢就是你 之后以什么用户名来上传 把这个文件给推送的相当率推送到这个vps上面去 这个根据你这情况自己去写就好了我这边呢就写我的名字了 接下来一下你叫做gitconfig global user.name email 这个那一同样呢你就选自己的邮箱就好了 这次呢就已经配置成功了 接下来呢还有一个 需要生成的就是ssh的key 我们通过 这一个命令 g g g-t这个是加密算法叫做hsa 然后-c 跟上你的邮箱地址 这个你对着敲就行啊 这个我原来就有了啊我原来有的话我这样我先给备份一下 然后回头会影响到我现有的东西 就是有时候你在操作 这个机器的时候你有时候要千万要注意备份 先给备份到 这个地方去 ok 然后再执行一下 这个就直接默认就行了 enter override override yes 这里呢输入你的密码 这个是你电脑的密码 ok 这时候已经设计完成 我们看一下他这个通过gen生成的公钥这个叫做公钥密码选里面的 pub这个是他的公钥 这个公钥呢我们后续的话还是需要的啊 我们先给他复制一下 后续的话是需要的 你给他放在一个 文文文件里面啊 记住就行了你其实其实因为这个文件是存在的这个 复不复制也无所谓你先复制下来也可以 那接下来的操作呢我们需要跑到 vps上面去我们通过 这个terminus这个工具来进行登录我这边已经登录上去了 那首先呢我们就需要去装一下 这边也是一样的需要去装一下这个get工具 因为我们实现的目标呢是这样的啊就是跟大概大概先讲一下就是因为我们每次呢在pc上面在我们电脑端 把所有的文章都写好啊编辑好了那准备发布的时候呢 就是说我们可能把这个本地的内容的给提交到服务器上去 这个呢是通过get操作来实现的 然后呢我当我有更新的时候 我要会让他 自动的在这个web就是这个vps上面的web server也进行相应的更新 所以呢我们会用到这个get里面的一个叫做勾子 勾子脚本 这么个东西啊 那行我们就一步一步来吧 那首先呢我们需要一个增加一个用户 因为我们默认是用这个root用户登录的嘛 你用root去做 这个get倉库的管理的话是不是很安全的所以呢我们去增加一个 用户叫做use add use add git 这样呢我们就用一个get用户来去做下面的一些操作啊 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文件编辑一下叫etc 速度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是需要将 将这个get也拥有 找到这一句就是这个什么 user previllage specification啊 就是 用户权限 我们在 这一行 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再粘贴 就是 就变成两行的 然后呢把这个 哦这个是 就相当于我们要把这个 g 把这个root换成get 然后呢其他东西不变 就增加这么一条语句 然后保证退出 ok 接着呢我们给 这个文件呢加一些权限啊 740 etc 速度 这个7呢就是 读写之心都有的权限啊 然后这个 4呢就是 4呢就是 3加1哈 3加1 这个大概的意思呢我有之前有讲004命令的时候有讲到这个圈圈摸的这个命令啊如果有兴趣自己去看一下 啊就是给他负权限给这个文件负权限的意思啊 然后呢我们把 把这个vii更新一下吧这个vii好像系统默点的话有一些功能是缺失的 我们给他更新一下 这样get用户用户创建完了之后我们给他切换到get用户切换呢就是用这个速啊 速get 然后我们看一下当前的目的应该就是会跳cd下 这个因为我们扫了一句 扫配了一样东西我们先退出来 viietc把这个文件给编辑一下 password啊 就是编辑下这个etcpassword 然后找到这个get用户是最后一行 把这个sh 给他换成bbash 大家注意看一下就是最后一行跟第一行啊 root他因为他打开的就是bush所以我们也给他修改成跟root一样的这个bush 这是脚本解释器啊所以呢我们再去切换一下就速 就是切换用户的意思 我们我们当前的用户是root用户我们切换到get里面去所以速一下 这时候我看到这个后面这个at像这个主机名都有啊前面呢我们只有看到一个$啊 所以呢这个就是他的一个作用 我们设计到 home get 没有这个 那这样我们再 先退出来去看一下etc password 还是看这个哈 没有没有我们自己创建一个好了 make dar home get 我们给他创建一下然后呢 so get 走到home get 这时候就有了 我们给他创建一个文件夹叫做blog.git 这个呢我们就是后面 这个有点问题啊我这样把这个权限也给的 chown get get 然后是 home get给他做一个 文件夹属组的一个改 改变 我们需要 速一下 速度一下 好 这个有点问题啊这样我们先退出来吧 呃我们用这个root用户去改啊 就是你在 在这个get这个用户当前呢他是没有权限去修改 这个home底下的这个get上 因为我们之前也没有给他设密码 所以呢我们这样通过 root用户去修改 git 冒号get 然后呢就是跟上home get 全部这样就修改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用s-l get home就行了 那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手组就是文件夹的手组是get他的用户主也叫get 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给他创建一个密码啊叫做password get 然后我输入这个get用户的密码我们也叫密码也就是试成get ok这样的话我们再速一下给他切换到get用户 在cd 这时候呢他应该自动就跳到了homeget 那就这样就没问题了 那还是的 创建blog.get 这个呢就是我们要存放 这个博客 这个仓库的一个文件夹啊 然后呢cd进去进入这个文件夹 这时候呢就是get的操作了我们先粗手画一下 粗手画这个仓库 ok 然后看到他会生成一些 给的仓库默认的一些文件夹啊这个具体信息我们不用去管啊 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就去到比如说我们要去找到 某一个 就是web root这个文件夹我们默认是这个va c 我这个也是需要 也是需要 root用户呢 我们还是这样先过去 但是没有这个文件夹吗 哦他没有那这样 我们给他还得给他创建一下 就是media 健闭 然后 3w 然后进入到 这个3w 这个呢我们最后要把它设成 就是这个文件夹 我们把它设成 web root 就是你的webserver的根部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现在创建一个 blog 这个呢就是我们最后生成的所有的静态页面是放在这个 blog文件夹底下 那我们还是要切换到速度 git里面去 走 到这个 homegit里面去 接着呢我们创建一个.ssh的文件夹这个呢是一个隐藏 文件夹隐藏目录 我们cd进去 这呢就是为了方便我们 从本地电脑登录到vps上面做了一个设置 我们编辑一下 就是因为这个文件是没有的所以我们是相当于是新建一个文件 叫做 这个里面的文件内容呢就是咱们刚才 把它复制下来的 在本地电脑上操作的那个 就这个文件的内容啊 就是公钥把这个公钥贴过来 然后保存退出 接下来呢我们再确认一下 确认一下首先呢是homegit他的权限 是gitgit应该没问题 然后呢再确认一下什么呢 这个homegit底下的 .ssh 他的权限也是gitgit没问题 然后呢还要看一下 这个var底下的3w 这个的权限也没问题 这个是root的话这个回头我们修改一下 我们先退出去 修改一下changeo 嗯 加个参数-2 git git 然后是 3w ok 那这样的话就三个权限就已经设置成功 我们 这块呢就 到此为止了 在vp上面呢我们还需要再装一个webservice啊 就 webserverwebserver呢我还是安装这个engix 这个呢也是用的 比较多的 ok 安装完之后呢我们还是需要去做一个配置的啊 我们需要把这个web root指定到 咱们的这个var3w那个目录地下去 所以我们编辑一下叫做etcengix 就是他默认的 地址啊 site enable 改一下这个default啊 编辑下这个文件找到 我们去找到一个 web root 那他这个root就改这个地方就行了 我们把这个html给他换成blog 这个呢就是咱们的目录保存退出 然后呢给他 然后呢给他重启一下 etc init-dengix restart 重启一下付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去设置一下这个git的勾字脚本啊 同样呢我们切换到这个git用户 我们来到 block.git 底下呢有一个hooks 文件夹 我们看一下这底下有什么东西啊 这些呢都是就是一些例子啊 就是我们其实很多脚本就是按照这个例子来写的 我们编辑一个文件叫做post iiceib receive 我们就新建这么一个文件 然后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呢 大概敲一下啊 这个呢我们敲完再稍微解释一下 这个呢是我们的课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 就这几句话 那大概解释一下啊 那首先呢 我们定义一个变量 叫做get repo 就是get仓库 仓库它的目录在哪里呢 在homeget blog.get 然后呢 定义一个临时的这个文件clone的文件夹 叫做tempoblog 这个呢 是我们最后发布的这个webserver啊 叫做这个这个目录 叫做va3wblog 那首先呢 每一次就是get有更新的话 就说相当于说呃 有客户端把这个本地的更新给push到这个get仓库的时候都会执行这个脚本 所以呢 他第一步是先删除 把这个缓存的就像这个是一个暂存的一个文件夹 给他先内容先删删除掉 然后呢 从这个仓库里面去重新拉一份代码下来 拉一份下来 拉到这个暂存的这个目录 叫做tempoblog 然后呢 把webserver的这个root目录 给他内容给他全部删掉 删完之后呢 再从这个暂存的这个文件夹呢 把这个里面的内容全部拷贝到这个webserver的这个webserver的这个web这个root 这个目录有点弱吗 反正就是相当于你有仓库有更新 我就把webs上面现有的内容给删除 然后替换成新的内容 其实就这么简单啊 我们保存退出 这时候呢 我们给他加一个 加一个执行的权限啊 加xx就是执行的意思啊 就把这个脚本 加一个执行的权限 我们也可以再看一下这个脚本 看一下这些脚本啊 我们应该是这样的嘛 post receive 还是有执行的权限的啊 那行 那这个webs上面设置呢 高一段了 我们回到我们的本地 我们本地需要做一个什么操作来测试一下 到底有没有配置成功了 瞧一下这个名点ssh 然后get at 我们vps的ip 我们可以看一下 ip是这个 ip 复制一下 回车 这个是 因为我们的端口不一样哈 所以呢 这个地方要加一个 我们vps端口不是默认的22 端口多少查一下 端口多少呢 两个是啊 这个2929 是这个 啊 这时候应该已经连接上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yes vps 他告诉你 之前咱们在 在这个 生存 这个公钥的时候一个密码 这个你自己记住就行了 说进去 那这时候应该已经登录到了我们的这个vps啊 我们可以通过 呃 求ip的方式来看一下 那这看到这个这个ip是不是跟咱们这个ip是一样的 那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 这个ssh这个 设置呢是已经成功了啊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本地 就是我们这个mac电脑上面可以通过直接 通过这个ssh可以登录到我们的vps上面去了 ok 那这个这一步已经结束了 然后呢 我们把它退出来 在这边又来到我们的mac电脑啊 我们去做一个配置 修改这个下滑线config.yml文件 yml这种就是yaml这个文件格式 我们之前讲python编程的时候也有讲过这种格式 有兴趣的时候 有兴趣的每个朋友可以去找出来翻翻看一下 我们找到这个socia吧 叫deploy 就是部署哈 在type这个地方呢 我们重新编辑一下 因为他默认是没有内容的 我们编辑一下叫做type 叫做git 然后呢 repo 就是这个仓库 仓库地址 就是git at 然后是vps的 ip 107.182.191.105 然后呢 跟上冒号 block点击it 接下来还有一个配置叫做brunch 因为我们没有做分支 所以呢 就是这个主干 就是我们的 保存起来 推出 ok 我们这个时候呢 已经可以看到这个book 本地这边就设置好了 设置好了呢 我们来生成一下 因为他默认机有一篇文在呢 我们用这个 x xo xo g 这个g呢 是生成静态静态文件的意思啊 就generator的意思 我们执行这个 然后看一下 他会生成有一个public这个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呢 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静态文件所在的文件夹 然后呢 我们跑一下本地的服务 就是你在搭这个博客的时候呢 一般情况下都是说我先写好文章 然后呢 在本地去查看一下效果 如果觉得ok的话 然后呢 再通过 push到你远程的这个vps上面去 这样才最靠谱嘛 那先 那我们访问一下这个地址啊 就是gdbloghost4000 哎 这个就是咱们默认的这个hasil这个博客网站 他有一篇文章就是hello world啊 这是他所页 我们点到文章里面去看一下 这个还是不错的啊 就说明已经搭建成功了 大家成功以后呢 我们接下来再去去看一下啊 就是 怎么样在我们的vps上面去访问啊 那第一 我们的vps上面 我们去先绑个域名啊 我之前有一个域名是 是有这么个域名啊 嗯 我在我的域名是在go daddy上面去 就是这个 go daddy.com上面去注这个注册 所以呢 我在这个上面的 dns设置的地方呢 已经指向了我的vps的ip 可以pink一下就知道了 这个是我的域名 我pink一下 那他指向的这个ip呢 就是我vps的ip所以呢 我可以直接去访问我的域名 可以看一下他当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我去访问他 他告诉我是 403 这个禁止访问啊 这应该是正常的 因为我们的vps上面webroot底下什么东西都没有啊 那如果说你是在其他商家去购买的这个域名呢 你可以到他商家的这个管理界面去进行一个简单的设置哈 就是让他就应该就是添加一条a记录啊 添加一条a记录 然后把它 那就这个ip指向你vpsip 这样就可以了 最简单的方法呢 你去去pink一下你的域名 看一下他出来的结果呢 是不是指向 你的vps的ip 这样就ok了 那ok 接下来呢 我们 还是来到本地的这个 麦克电脑上面 执行一条命令 叫做hexog 去然后-d -d-d呢就是deport的意思啊 deport就是 我们需要去安装一下 就是n npm install hasil deploy git 然后--save 像所有 基本上应该就是所有的 插件啊 他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安装 这样后面我们会用到的像这种置顶的插件啊 然后什么评论的呀 什么 各种各样的插件 都是用这种方式安装啊 接下来 我们重新跑一下这个hexog-d 我们要稍微修改一下 我们在 在我们当今用户的.ssh文件夹底下 我们去创建一个文件 叫做config 那这个把你的ip 把你的ip 写过来 我们的ip就是啊 我们ip 是这个啊 ip 因为这个是我原来的啊 这样呢 我把它给 复制一下 ok ok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配置文件 我们把这个端口写在这个位置 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通过 呃 这个这个端口去访问咱们的vps上的ssh服务了 这样保持定数 结束以后呢 还是的 这样在中心执行一遍 点滴 输入之前的密码 大家注意看呀 这地方就有就有一个 提交的进度 然后看到最后的信息啊 就是remote clowing into temple block 这个咱们不是有一个暂存的一个文件夹吗 然后有一个down就结束了 已经把本地的这个静态文件推送到了远程的这个给的仓库 那那好 我们确认一下到底对不对呢 重新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看到 是不是已经页面已经这个内容已经出来了 跟咱们本地的内容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就一个hello world这个文章 那这个呢就是最基本的一个搭建了 我们回过来回过头来总结一下吧 这个还是内容比较多啊 那首先呢就是你需要的东西有几个 那第一呢 你是在你本地去搭建这个hello博客啊 这个框架啊 然后呢 你所有的 这个框架相关的内容 组件插件 然后你所写的文章 文章啊 然后还有什么 插件安装啊 都是在你的本地电脑上面 现在呢 就是在我的Mac电脑上面 然后另外一个端呢 是你的服务器 就是vps 我们使用的是斑瓦工的vps啊 上面呢 需要跑什么东西呢 跑一个get仓库 它用来存储 你所有的本地提交 然后呢 再跑一个webserver 就是ngx 它指向ngx的这个webrouter呢 是指向你的博客的静态页面 然后呢 第三点 我们需要一个域名 就是这个域名的是方便 别人去记嘛 不需要说去记ip嘛 记ip太麻烦了 那行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就到这里啊 如果说有 不清楚的那个不太了解东西 可以在视频底下给我提问的话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好的 再见